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说它重要呢 因为 呃 怎么说呢 就是明镜专项里边算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内容吧 呃 上次课我们说了这个继承呢 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因为继承里边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呃 并且呢 呃 虽然说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继承 但是呢 我们也需要 呃 我计划的分三次课来讲完这个继承这个东西 就是讲完简单介绍的 因为继承这个比较重要 然后支点也比较多 好 那我们进入正题 说今天我们就第一次继承课吧 就讲一讲这个三个 呃 就讲两个东西 一个是它的定义 一个是它的好处 然后呢 我们再具体来那个看代码 好 那个下边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呃 呃 继承的定义 它那个定义什么叫继承呢 就是说有一个新类 从已有的类 那里获得它这个已有的类 它里边的属性和方法 这种现象呢 叫做继承 然后呢 这个有关继承的有名词就是负类和子类 这两个 这两个名词 负类也叫积类 子类也叫攀生类 什么叫负类和子类呢 我们看前面 我们说它有一个这个新类 这个新类呢 就叫做这个子类 然后呢 已有的那个 已有的这个类呢 就叫做负类 所以说这个比较形象 就是已有的那个类 就是已有的他是个父亲 然后一个这个新类呢 想获得已有的那个类里边的东西 就是好像儿子继承爸爸的财产一样 就因为所以说它叫做这个新类呢 就叫子类 然后已有那个类呢 就叫负类 然后又另一种说法呢 这个负类呢 也叫做积类 子类呢 也叫做攀生类 这是有关继承的定义和它的一些名词 下面呢 就是我们来具体举几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这个继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具体讲解一下 好 下面呢 我们具体看看实力 具体挑点代码 来具体解一下这个继承 具体解释那个继承的问题 首先打开我们的Eclipse这个软件 我们建一个杂花项目是第八字刻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新建一个启动类 启动类的名字就叫做existent 好 finish 好 首先我们来假设这么一个例子 就是新建一个类叫做 我们假设有叫做一个human类 human是人类的意思 建了一个这个类 我们首先想人 这个我们模拟出来一个人 人他具有什么呢 人 他有他本身他有一个名字吧 我们就举例子 stream name 然后呢 这个人呢 他也有他也有这个年龄 好 我们写个age 好 我们模拟出来一个简单点 模拟出来一个一个人这么个类 human类 然后呢 我们再模拟出来一个student类 就是学生类 这个学生 学生这个类它有什么特点呢 学生跟人有什么特点呢 学生是属于人吧 所以说人的人人这个类里边的这些属性呢 他这个学生里边他本也也应该具有 因为学生他本来就是个人 所以说学生里边也应该有这个名字 然后呢 然后呢 还有学生里边他也应该有他的年龄 然后 这两个属性跟人这个 跟人里边那样属性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学生也是一种人嘛 然后呢 学生呢 他有自己固有的特点呢 就是学生里边我们比较看 学生时代我们比较看重分数吧 所以说学生呢 这个类里边他也有他自己的分数 这是属于他自己的这个属性 好 我们再保存一下 嗯 我们再再想一个例子 就是说再创建个类 我们创建一个这个类叫做大学生 大学生这个类 大学生怎么拼来 undergraduate 怎么拼 finish 好 我们再想 大学生这个模拟出来一个大学生 大学生呢 他也是同样的大学生是一种人 他也是一种学生 所以说大学生具有人和学生 这两个类里边所共 这两个类里边都有他这个 这两个类边属性 大学生都有 所以说public streetname 就是大学生也有他的名字 也有呢 他的年龄 这两个呢 是人所这个人类 人的那个类里边的属性 他这个大学生也拥有 然后呢 他也拥有那个学生类里边的 他这个分数这个属性 并且呢 大学生所特有的一个属性呢 比如说我们假设是 呃 他的专业 大学里边都分专业嘛 好 我们 现在创业了这么 这几个类 嗯 我们创业好 为什么说我们创业这几个类呢 我们想 你看我们创业了一个人这个类 然后student 学生这个类 然后大学生这个类 我们观察他这三个类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 学生这个类 比如 呃 这是一个人 学生这个类 呃 他继承 他就是学生这个类里边的东西 就是他有三个属性 其中两个属性是人 人 这个类里边的他所具有的属性 然后呢 大学生呢 他里边有四个属性 四个属性 其中有三个属性是 三个属性是学生这个类里边的属性 我们看到这里边的规律没有 嗯 回到我们的 呃 回到我们这个PPT里边 刚才说的定义 就是说 有一个新类 从一有的类那里获得其一有的属性和方法 这种现象叫做继承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你看 学生类里边 他 从 比如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人这个类了 然后这个学生类里边呢 有两项属性 跟人这个类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通过继承这种方式 来简化代码 就是说 学生这个我可以用学生这个类 继承 人这个类 然后呢 继承完了以后呢 人这两个 这两个属性呢 学生里边他都能够继承过来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这种代码 我们就是代码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写 叫 extense human 然后呢 这两个去掉 我们看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student类呢 继承了human 这个类 然后呢 所以说 这句话呢 我们保存一下 写完的话 就是写完写完这段代码的意思就是 human类里边这两个属性 student类 这个类里边不需要再声明了 它已经本来就继承过来了 说明 现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 这个student类里边 已经有三个属性了 其中两个是从human这个类里边继承过来的 好 不信的话我们来实验一下 这是我们的主类吗 不是 比如说我们写了一个student类 我们用student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 对象 叫做student等于new student 好 然后呢 我们看 systerm 我们输出一下.out.println 我们就输出一下这个 student. 我们输出它的内部 我们human比如说内部等于一个 啊 随便写 你看 我们因为我们student自己定义的时候 没有定义这个 这个内部这个属性 但是呢 我们这里可以直接对用这个内部的属性 为什么呢 因为 它已经继承了human这个类了 而human这个类里边 它有名字这个属性 我们具体演示一下 运行一下 我们一看 能出来这个这个结果 这就是 这就实现了继承 就是我们student的这个类 继承了human的这个类 具体来说呢 这个大学生这个类呢 其中这三个 其中这这三个属性 都是学生那里的属性 所以说我们可以这么写 大学生这个类继承 学生这个类 然后呢 这三个属性就不用再重新写了 因为它是继承过来的 所以说 其中现在这个大学生也有四个属性 其中一个是他自己所拥有的属性 另外三个呢 是从学生类里边继承过来的属性 然后我们再验证一下 比如说我们再写一个大学生类 undergraduate u就等于 随便写 u 等于 nu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再输出一下 输出这个大学生这个对象 我们创立一个大学生的对象不是u吗 u的name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输出看一下 把这个就去了 也是这个名字 并且呢 并且呢大学生里边我们看 他就没有没有具体的再重新生名这个属性 因为他继承字这个学生这个属性 而学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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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呢 他的继承字human这个类 所以说human这两个属性呢 给了学生了 然后学生呢 现在有三个属性 这三个属性呢 由大学生继承过来 大学生继承学生这个类呢 把这个三个属性也继承过来了 然后这就是继承这种现象 好那我们现在通过这通过了这一个 举的实例吧 来跟大家讲一下继承继承这个现象 以及继承怎么用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继承继承他 我们讲继承继承他有什么好处呢 有三个好处 第一好处就是代码得到极大的重用 我们刚才看到了 如果说我们不用继承的话 然后我们比如说定义了human类 它有两个属性 然后我们假如不用继承的话 然后刚才我们一开始最一开始写的 这个student呢 他需要把那个human human类里边两个属性再重新写一下 再重新多写两号 然后呢大学生这个类里边呢 再重新多写三号 所以说比较麻烦 如果说 然后说如果说我们用了继承这个方法的话呢 就可以极大的 使代码量得到减少 代码能够得到极大的重用 我们现在讲的是 举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如果说我们具体写一个程序 或者敲一个项目的时候 这个继承 省的代码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这个继承的思想呢 也是面向对象里边比较重要的一个思想 好 那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形成一种类的层次体系结构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我们就是拿我们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就是我们有一个人 这么一个类 然后呢人下面呢 有一个学生 学生继承了人所有的这个属性 然后并且呢 我们又有一个类 叫做大学生类 大学生的类呢 也继承了学生这里边所有的属性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体系结构 就是说我们可以不断的扩展扩展再扩展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层次 这就是它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形成一种类的层次结构 好 第三个好处呢 就是为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多态创造的条件 如果以后有技术的话呢 我给大家再说一说多态这个更新 然后这个我们就不具体讲解了 这就是继承的好处 好 那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课所讲的东西 我们就这次课呢 我们就简单的讲解一下 继承这个这么一个思想这么一个现象 然后最主要的这次课呢 就是掌握这种继承的这个语法形式 就是我们想用 我们如果想用一个子类继承字一个复类的话呢 我们就用class子类的名字 这个关键词叫existence 复类的名字 以这种形式 就像我们刚才这里边写的一样 就是我们子类这个大学生这个类继承字 existence 学生这个类 就用这种形式 来实现我们这个继承的这个现象 呃 然后呢我们说 一开始 这次课的开始就说了 继承的东西比较多嘛 我们还有两次课 然后呢我们 下次课呢 就专门讲一讲继承的权限问题 好 那我们下次课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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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